大家好,我是三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一起研究的就是 如何在MacBook里面使用手写输入法 在现代来讲,Ping其实很简单 对于一些不知道如何Ping的字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手写的方式 这里呢,我就会跟你分享 如何在MacBook这边呢,使用手写的输入法 在这之前呢,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三号T1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跟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呢 赶快订阅三号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的影片发布的通知 先我们去到左上角这个Mac logo 选择System Preferences 选择Keyboard 选择Input Source 在左下角这边按添加 只要选择了那个语言过后 右手边选择Trackpad Handwriting 然后选择Add 它就会停交在这个列表里面了 所以我这边就选择一个Test bar 然后切换成Trackpad Handwriting 然后只要在你的Trackpad上面写着你要的字 已经写完了这个字过后呢 你就要在Trackpad的那个相应的地方点击你要的字就行了 现在我就让你看一下刚才我是如何选择这个字的 如果你的字是在最左上角或者是中间这些呢 我们就要点击这个Trackpad的上方 例如这个是我字 所以你就要点击左上角这个 就会把那个我字选择了 第一次使用的朋友一定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混淆 不过不用紧 我已经帮你研究出来了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OS和MacBook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点击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帮助有需要的朋友 我非常期待你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使用MacBook的一些心得 我是ChanH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